哈囉我是映童 我們今天去看一下我們的植物大戰殭屍喔 那首先取得了我們一個全新的水晶植物嘛 那今天我們就接下來用水晶植物 看一下它的威力到底是不是能夠適用在未來篇 那我昨天的玩法基本上都是把我們所有的太陽花花 全部都種上去嘛 然後再用水晶植物 我覺得這樣的戰法好像還不錯 而且我們的太陽花花還可以就是 來抵擋一些殭屍喔 但如果這個關卡是一些就是你的那個就是什麼 你的那些什麼 你的那個太陽光不能到達 完了剛好就遇到了好不好 這邊的話我們太陽花花被鎖起來喔 所以這關的話應該是沒辦法用這個水晶的喔 那我們一樣用一下這個幻影堅果 來看一下它的威力 然後再用一下那個 這個然後還有我們這個這個 應該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喔 那這關比較麻煩就是他沒有那個啦 太陽花花所以你可能就是要 你可能就是要好好的那個 做一波攻勢喔 不然你就要被弄爆了喔 來看一下為什麼沒有太陽花花好了 他應該是給我們一大筆的錢吧 沒有欸 哇你不給我錢 喔喔喔是這個 這個的話好像也是可以用那個欸 也是可以用我們就是那個水晶花花的 因為這個的話算是 比較還好 他會一直生長這個東西 那如果你按錯的話他會爆炸喔 所以這邊要小心一點點喔 然後剛剛有看到就是前面的話 基本上他好像有超多那個機器人殭屍的 然後還有我們就是會飛空的那個未來殭屍喔 欸這個太陽光球球真的是 還蠻帥的喔 好沒關係那我們就先來個 375了吧對不對 我們待會等他過來啊 等他過來一點點的時候我們再開炮 因為像是只要慢一點過來的話 我們都可以就是在抓準一個就是比較長的時間喔 好來來來下一波來了那就直接來了 來吧來吧直接衝人柚子一口一隻 沒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也可以在那個等他們過來一點點喔 要不然就等下一波殭屍出來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我們再做一波公司就可以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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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可以先 我們可以先下在其他的地方 有點貴有點貴 喔來了來了下一波也來了喔 下一波來來的話那我們就直接 這邊先一個櫻桃炸彈好了 這邊先一個櫻桃炸彈好了 喔又來了好快 那這個是我們那個飛空殭屍啦好不好 飛空殭屍再搭配我們的一些那個殭屍們好不好 那這個先把他們吹走 吹走然後 再看一下該怎麼辦喔 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衝人柚子現在有點偏貴啦 所以我就先用菜問好了 先用菜問然後 這邊也是菜問先 我們先打爛他好不好 先打爛他然後 這邊的話就先炸好了 好開炸開炸 完了完了完了這邊有點不太好了喔 先堅果用一下好了 哇這個 這潛潛說真的對我來說有點困擾 我們先這樣保護一下自己喔 先吹掉 這邊也可以中菜問吧他會往回打 然後先炸掉了哇塞你看 現在來說 這個資源用不平均就是會這樣啊 好險那邊我們有先用堅果來擋住一下自己喔 我有點緊張欸緊張到我都不能說話各位 而且我們現在沒有什麼那個你知道嗎 我們現在沒有那個 沒有什麼輸出可以打到這隻欸 尷尬一波囉 哈哈 上勾拳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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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這邊太執著於要用那個了 太執著於要用那個了 所以直接爆開好不好 好險我們這邊那個幻影堅果完全沒問題欸 我還是覺得幻影堅果很猛啊 先開大招好了 哇這邊陽光嚴重不足啊有沒有 然後我們還硬要塞這些東西那就很麻煩了 先吹掉先吹掉 而且我們這邊的那個充能柚子啊 你的消耗費用太高了 但沒有關係喔 對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啦 緊張得要命喔 自己把這個關卡玩得世界無敵難的感覺喔 哈哈 好沒問題 你看我們這個堅果其實還行啊說真的 我覺得還挺好的說 都一定有自己的方法可以打過喔 完全沒問題喔 再讓我們全息堅果再架一個好的好不好 這樣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然後這邊的話呢 中間部分可能比較慘一點點 這邊先讓他們這個 沒辦法射擊我們啊 還想發射光線啊是不是 那這邊下面的話應該就可以拆掉了 拆掉來增加一些陽光 把他們挪到這邊 把他們挪到這邊 然後兩個大 然後一隻死掉了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開大 再見 然後贏了 哈哈 這根本就只是因為我自己佩戴的東西的問題啦 好不好 這關的話基本上他不會給你那個就是 他不會給你就是種植我們那個太陽花花 但是他會給你就是那種宇宙的那個陽光喔 那宇宙陽光的話基本上就是你過一段時間啊 他在地板上變成就是我們正常的陽光之後 你才可以去按他這樣感覺喔 也算是 比較麻煩比較綁手啦 我原本想說可以玩個水晶花花結果 好險沒有換水晶花花 如果換水晶花花的話應該更慘喔 因為這邊的話我們又只是325能量啦 所以有點太多了好不好 如果換上別的晶花應該就會再簡單一點點囉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下一個關卡喔 反正其實這種就是 不給太陽花花的關卡的話也不會說就是非常非常恐怖啦 我是覺得就是 左邊那個鐵軌給我們他們自己選的那個植物 那種東西會比較恐怖 因為他可能會嚴重影響到整個隊伍正向 像我們之前玩那個西部關卡的時候 那個就是什麼 那個攻擊啊 雞雞花花過來的時候就很麻煩喔 哇這關是我們的 星星花花 然後有這個東西了 那我們就種起來 然後用這個吧 用這個色線 然後 投影的那個也要用一下喔 我覺得不想說投影真的還算是不錯啊 不過還蠻多人都是不喜歡他的啦 因為之後的話應該會有一大堆就是比較恐怖的一些敵人喔 但是我覺得 反正那就之後再講嘛 因為不想來說的話 我們關卡可以用他來打的話 就用他來打沒有關係 畢竟這是他的未來篇嘛對不對 這是他家啊 對不對各位要給他表現的機會啊 這是他家啊 然後 不想來說的話大概就是 我想一下喔 先種個花啊 然後 前面種一下這個全息投影 慢慢種 哇其實這個星星花花還算是蠻ok的喔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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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有點多有點多 有打掉了打掉了 打掉的話那我們就再 我想一下喔 ok嗎這邊 終於是菜問好了 這個先炸掉啊 然後兩個了 然後 呀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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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大哥 喔!好險他是那個 四面八方四射 所以 哇!哇哇哇哇哇很好玩玩了 哇突然來這座欸 弄到那個哩 弄到那個喔 弄到不行哩 哇!他居然這樣 從後門啊 我東西都還沒好你就直接過來 挖力勒 你也是蠻壞的喔 完蛋完蛋 先大招 阿沒能量 這個很機車欸 從後面來欸 我先把那個 哇靠 哇這前後夾攻 這個厲害了喔 這蠻機車的 我們要先那個打過一次才知道這個真是蠻機車的欸 前後夾攻欸 還有這招的喔 哇很壞欸 然後來看一下喔 反正我們這邊至少知道他會前後夾攻了 所以我們一開始可能就是要先拍多一點那個了好不好 反正我們的太陽花花 欸 先不然就是把太陽花花先種中間這個部分 中間這三個叉的地方有沒有 先種起來 然後後面種一些就是那個好不好 應該是ok的 哇來這招欸 這個真的厲害了 這沒有打過的話真的是那個欸 可能那個反應程度要高一點點喔 有沒有 算了沒關係 反正待會我們把他殺掉之後我們就有那個 能量了 我們就先那個 先弄一波 然後這邊的話大概就是先 種那個吧 先種蔡文出來吧 也只能這樣子了 蔡文先來 要不然他那邊 下雞巴亂搞喔 會有點麻煩 反正前面這邊的話算是 都還先不用那個 不用擔心啦 好 大招 開起來 給我更多的陽光 通氣河水 好 死了吧 沒有啊 那邊下面那隻居然沒有辦法那麼快殺死他 我以為這樣他就會直接死欸 好吧 被咬幾下就掛啦 這個植物的血量有點少喔 好 沒想到下面那隻沒辦法 所以我們前面的話應該也要先補一個那個 補一個那個投影證啦好不好 應該是這樣子 沒關係沒關係 哇 原本想說可以放著 所以 盡量還是不要浪野植物直接被那個殭屍吃到欸 那個吃到真的是還蠻悲慘的 我們現在帶的東西費用都比較高啊 也就是大家說的那個問題喔 就是澤平基本上 都比較喜歡帶一些高費用的植物這樣 那就會比較容易那個 GG這樣子喔 那我覺得我現在應該要這樣子欸 好險我剛剛又注意到了好不好 最近還蠻常發生這個就是 當機事件的欸 我真的覺得我的那個 技能可能快要不行 我直接送這個好了 我送這個然後 等他有太陽花的時候我還可以那個有沒有 我先把他射一發 有沒有讓他掉頭 這樣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了 然後 我可以在後面種多一點這個 水晶花花 等後面待會那幾隻那個 小不拉雞的那種都一直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就是 直接射爆他們喔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水晶花花 然後這邊可以直接 這個 炸一下 有沒有來了來了 1 2 好 射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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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這個也是射爆 那這樣的話我們基本上應該陣線就穩定了 然後 現在來說的話應該就是先幫他射一下 射一下 然後 這邊 全息投影堅果陣 好不好 這樣應該就ok了 比較好一點點 好不好 應該吧 我不知道啦 1 2 3 我現在需要一個那個 欸欸欸沒有射到 我現在需要一個炸彈炸死他們 先把他們炸爛 全息投影 加油喔 啊完了 被他躲過了 哇這個太噗噗的過來真的也是蠻麻煩的欸 再加個菜問好了 你看我們就是用全息投影陣 然後再加菜問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強的啦 你看有沒有可以躲在這個盾牌後面 開心開心的 完了沒有錢財了 喔可以射爆射爆 射爆 還行還行 後面還有 還有我們的這個 大生力軍 來來來來 再來 菜問 又來又來了 1 2 3 4 有沒有 就靠這個打 就靠這個打 然後 後面這邊可以用這個 還行還行 我覺得還行還行 然後可以繼續種一下我們那個 太陽花花 看一下那邊生更多的錢出來 10 10 好 死了 然後再種一個太陽花花 這邊直接 3個 塗滿 好不好 滿起來 增加我們的能量 1 2 3 4 5 不要浪費太多的能量 然後這邊直接開炸 OMG 這個要小心了 太大 爆開 哇 被推了一下 好險喔 好險那個東西不是在最後面 如果是最後面的話我們就完蛋了 哇 好險好險好險 直接取得了這個好不好 全新獎盃 這個前後夾擊真的還蠻危險的 說真的 但是 還行還行 這邊後面可以種的那個水晶花花 我覺得還算是OK的好不好 順利突破啦 沒有問題啦 好不好 好危險好危險喔 但是真的很好玩欸 好啦 我們繼續玩到這邊啦 我是影片再見囉 大家拜拜啦 Lawrence 我問… ів費 沒有問題 什麼 jetzt 沒有問題 要 這邊